流亡美國的中國病毒學家嚴厲夢 9月23日接受《CNN News18》專訪時表示 不要相信中共開發的疫苗 他還指出 應該對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負責的 就是中共政權以及與它們合作的人 嚴厲夢接受採訪時說 不要指望有全面調查 無論以什麼形式 只要這個政權存在 它們就不會允許這件事發生 它們不會允許真相大白於天下 當主持人問到 如何才能治好這個病毒 嚴厲夢回答說 因為這種病毒變現能力強 它對短期出現奇蹟並不樂觀 嚴厲夢提醒 現階段不要指望群體免疫 因為病毒經過改造後 實傷力很大 即使感染了病毒 有了免疫 也不意味將來就不會再感染 現階段不要指望群體免疫 根據 嚴厲夢掌握的消息和數據 以及過去的經驗 它說這個病毒經過改造後 非常適應人體 一旦感染 免疫系統就會受損 在SARS-1的時候就存在同樣問題 而這個病毒是增強版 所以 我們恐怕沒有足夠的免疫力 能夠不斷進行自我保護 當再次被感染的時候 病毒會趁我們虛弱 或者有病的時候攻擊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年長人士容易感染該病毒 嚴厲夢呼籲大家 保護好自己和家人 盡可能降低感染風險 他也提醒 不要相信中共開發的疫苗 他說 記住一件事 中共以前從來都沒有成功開發出任何疫苗 中國人只要有足夠的錢 就會去購買入口疫苗 而不會買國產疫苗 嚴厲夢進一步指出 應該對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負責的是 中共政權 以及與他們合作的人 中國人也是無辜受害者 也希望向中共追責 這是中共政權有組織的罪行 他們應該承擔責任並賠償 以為您可以去購買 聰明明訊 或者聰明噢 在沒有任何短暫地 遇到 Zach